欢迎收看东库 即认 正所谓人往高处走 水向低处留 安居同乐业 相信是普罗市民的梦想 这个梦想都挺难实现 根据去年一份国际房价负担能力报告显示 香港连续第13年 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 香港楼价中位数相对家庭入息中位数比率 仍高达18.8倍 意味着一个家庭要不饮不食18.8年才能上车 虽然说今年香港楼价从高位回落 不过现在按揭利率高企 供楼利息增加 加上经济前景不明朗 对于基层打工仔来说 置业仍然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怪不得这么多无学蜗牛申请供屋 房屋处今个月10日公布 截至今年3月底 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后公屋时间达到5.7年 较之前未减0.1年 目前公屋轮后拆有超过22万宗申请 其中包括大约127,900宗 一般公屋申请 配额及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 则维持在约92,300宗 基层市民等上楼等到镜头长 真是一点都不夸张 现届政府提过要提速、提效、提略 解决房屋问题 究竟政府部门人员有没有积极响应? 市民真是要金睁火眼 夹到实了 就好像一位独居伯伯向我们东夫职认申诉 他说打算将住的公屋大单位 换成适合自己居住的小单位 怎么知道房屋处一拖就拖了6、7年 仍然没有派人协助 伯伯说自己的职速就快用完了 平时连喝茶都不舍得花钱 但是现在还要死顶挨贵租 究竟房屋处有没有资源错配呢? 立即和大家了解一下 东夫 国家职认 国家庭散了 就变成我一个人 救到后来我职触小小了 反正我什么都没有 背部有得放平就算了 香港地人多地少 轮后公屋平均都要等5.7年 东夫职认近日收到公屋租户反映 想由大单位转到小单位 等了6、7年都没有消息 怀疑被访 储职员懒处理 林先生你好 今天找我们东夫职认是有什么诉求? 我的经济能力 无法付出租金 我的退休金就比较少 一个月有4千多元 但你又要交租 又要做伙食 所以迫着我没办法做到这件事 后来他过了生后 两个儿子就大学毕业之后 就出去玩东西 我就问他拿钱 他不肯给我 年近70岁的林先生 在大约20年前 和内地太太结婚 之后申请太太 和两名继子来香港生活 到2011年 获派沙田拗村4人单位 但父子3人的关系一般 太太离世之后 两名继子先后离开家 多年来没再联络 所以其实你的家人 就没帮你负担过太多租金 水店那些 没有的 一向都没有的 所以就是你小子搬走之前 你们都不会那么愉快的 都有冲突的 是的 那即是到现在的关系 都不是那么好 一向都说 关系都没有那么好 现在是否想大单位 转回小单位 我就说 这么多年 租金交了 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我想交回大单位 给需要别人 害住 但是我自己一个 就想转回小单位 是一个人的 要求房署 和我住 六七年 他都不肯和我住 那一个月租金要多少 上个月呢 就交到三千四百多 那现在你每个月的收入 就是单纯靠退休金 单纯靠退休金 那后来我都搞不定 那我就去 社会福利子求助 但是问题呢 我自己的身体整天病 不是腰骨痛就脚痛 不是脚痛就是相风感冒 整天这样没停过 林先生拿退休金交完租 每个月得回不够七百元 就算经社署帮忙 拿到长者生活津贴 但继上医药费 水电煤等生活开支 他平时都不敢出去 和朋友喝茶 到底是什么原因 搞了六七年 都没可以搬到细单位呢 原来 林先生的太太和大仔 分别因为离世和搬迁 已经从租约上面除名 但细仔的名字 仍然留在租约上面 如果想搬去细单位 就需要他本人签名 表示愿意除名 林先生才可以以个人身份 申请搬迁 但可惜一直都联络不到细仔 那你有没有尝试联系过细仔 有 打电话去 叫他叫他来签名 他不肯 不听我的电话 又不出声 没办法 所以你觉得是因为 你们关系不好 他才不愿意帮你签名 是的 公屋租户申请搬迁 困难重重 到底林先生想换细单位 是不是真是mission impossible呢 其实看房处的政策 他有很多公屋的调签的处理方法 租户如果在成租单位之后 若因为家庭成员签出 或者离世 或者结婚 或者移民等的原因 因而删除了户籍 以至于如下的家庭成员享有的居住的面积 超越了既定的天配标准 就视之为搬棠户 他们就会安排 这位入市 这个阻影者 是要搬离这个单位 大律师认为 房处的政策 其实很欢迎住户申请调签到细单位 甚至有设立搬签津贴作为奖励 只要有证据或者满足条件 相信林先生想搬到细单位的问题不大 如果我们是有证据证明到 他们两个计指 是已经搬离了上纸 已经失联络 其实他的配偶离世也好 这两个计指迁出也好 两者已经构成一个原因 是符合欢厂户的调签的安排 家庭成员原本有四个 有两个已经注销户籍 其实如下来的两个人 都不应该住一个四个人的单位的公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已经足够 我觉得有基础 会有一个安排就是会调签的 调签一个较小的单位 照大律师所说 即使小子未从租约除名 林先生应该符合转至小单位的条件 但实际上 林先生申请调签多年 但一直未有进展 所以房屋处是说 你不可以单方面的 除你小子的名字 一定要他本人亲自签字才行 是的 所以我又没有办法 表德能力又差 始终说不服那些主人 所以我站在这 他始终找借口来推我 推我走的 始终都是这样 东夫职应就事件向当区区议员查询 相关部门获释后有所行动 立即为林先生提供协助 其实我经了解之后 其实我都觉得 伯伯他比较难负担 一个这么大的单位 经你们东夫职应 就找到我 同一时间我又找个房屋处了解 看看他们可以如何协助到伯伯 去搬一个适合的处所 以我所知 他们伯伯应该现在都收到一份房 这件事都有推进的 在东夫职应深入了解事件之后 林先生随即收到来自房署的回复 处方要求他签一份声明书 证明细子已经没有再在单位居住 咦 其实签一份声明书 就可以不用细子签名 那房署过去几年 为什么一直不肯帮林先生 调签到合适的单位呢 广告回来再和大家东夫职应 我经常做运动 膝头那个痛到没力 以为吃葡萄糖安搞定 怎样都会痛 我试过开工的手痛到抵不起 连穿衣服都辛苦 痛到我睡不着 我转了吃维特健灵活关素 关节轻松了 怎样拆都没问题 我也转了 早晚各食三粒 舒缓痛楚 性分有专利白流失 真是可以 中西合璧 帮我补好软骨营养 舒缓关节痛 治标持本 关节灵活 我信维特健灵活关秀 继续东夫职应 住屋一直是本港社会的棘手问题 大把轮后公屋的劏房户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希望尽快脱离租金贵 又恶劣的居住环境 难得白白愿意交回大单位出来 可惜房处就铁板一块 踢极不动 搞到白白一吐气 房屋处以电邮回复东夫说 该处职员一直与户主及其家人联络 提出各种处理办法 并向他们说明相关的房屋政策 詳情涉及私隐 故未能透露 房屋主又提到 宽厂户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自行申请调签 但需获户籍内的所有家庭成员 签署同意 如果个别家庭成员签出单位 需亲自办理删除户籍手续 如果个别家庭成员没有特别理由 而长期不在单位居住 或者失去联络 房屋处会发出信件 书面指明长期不在单位居住 是违反租约条款 有关人士 需在一个月内 亲往办事处处理 否则将会视作无意继续在单位居住 户籍或者会被删除 事实上 爸爸向房处求助 要求调到单位居住 不过 不知是沟通上有误会 还是相关部门做事 要跟随程序 爸爸多次吃白果 直到我们东夫团队 落区采访 深入了解事件 为爸爸抱打不平 房处才懂得反应 立即帮爸爸调遷到细单位居住 无论如何 最重要是帮到府主 实现东方一夫 各界直营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住致电我们的爆料热线 36003600 等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东夫 直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